中国16号一天凉起炼油厂爆炸 在广州南沙华红炼油厂早上8点也发生爆炸 大火烧了半个多小时 炼油厂因为导热油罐发生泄漏 引起爆炸起火 由于发生爆炸时都还没有到开工时间 许多工人都躲过一劫 但对于爆炸原因是什么 官方到目前都还没有说明